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赛事爆马仔 我是Zuka 今天一样介绍三场赛事 第一场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田中马拉松 每一年都有非常多朋友想要参加 开始报名的时间是6月1号到6月10号 这段期间都可以登记报名 6月12号的中午就会公布远某手套签 因为只有10天时间蛮短的 记得登记报名 是出马的话也有出马家 它是一例一名 上面有阿草图案 这次的奖牌设计是阿草充现的图案 还蛮可爱的 如果你是田中人的话 这次有相亲名额专用的通道 而且你不用回到田中去报名 在线上可以上传的资料就可以报名 去年的田中马是4.5分 它历年来的分数都还蛮高的 最受欢迎的呢 一个是它的澎湃的骨子 还有沿途相亲的热烈加油 如果你看赛事本身的宣传片的话 就可以看到整个田中的人都会出来帮你加油 然后很多迪士比业奶奶阿贝阿 阿草充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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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跑得多一点比较划算 因为它的里程也算蛮幸福的 所以也是非常适合全家一起来参加的赛事 最重要的就是 书跑喝到饱 那你可以带自己的瓶子去装书跑 它会有一辆书跑的水车 就是会有一条管子出来 就水龙都会打开 就会都会书跑 那第三场的介绍呢 是健康活力 运动台北冷 包空路跑通 正大的运动场出发 跑山区 所以它会有山路很大有挑战性 它的里程呢 就是有半码跟10k 还有一个是休闲组是4.5k 另外它还有两个接领组 就是青少年跟少年组 应该是用年龄来分 青少年跟少年组的话是免费的 今年有奖牌 奖牌的部分是21k跟10k都有奖牌 这两个里程都只要650人 同样价钱 你量跑长一年的距离比较划算 所以大家可以去抢一下21k啦 这场呢 因为在山区 所以它风景还不错 然后空气也很好 另外就是还有需要在加强的部分 就可能在胶管上面 去年就是在引导上面 可能前段的跑者有些有跑出 所以也是可以在改进的地方 以上就是本周的赛事宝妈仔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那因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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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 还蛮火星的赛事 我没有点光明灯 哈哈哈